这期影片我也教你如果使用免费的工具 去创立出可填入信息的PDF文档 任何人在打开之后都能够填入信息 勾选选项 选择下拉菜单等等 非常的方便 首先你需要使用CAMMA去做出PDF文档 现在来到了CAMMA首页 我可以在搜索里面搜索Workbook 这里就会有很多关于Workbook的模板 有的是页的 有的是多页的 例如这个就是多页的 你可以套用这些模板去加入你的信息 就可以做出你自己的Workbook 或者你可以从中开始自己设计 例如说我选择建立设计 这里我选择A4文件 像我可以开始快速设计出一个PDF文档 我选择文字 这里选择新增标题 然后再新增一个副标题 这里把标题调小一些 然后需要新增一个信息输入框 选择元素 选择矩形 调整它尺寸 这里给它调整颜色 最后代表可以在这里输入文字 然后像我需要新增选项 复制作副标题 很选择矩形 调整它尺寸 调整它颜色 像需要新增选项 选择文字 新增文字方块 调整字体大小 然后进行复制 这样人们就可以勾选这些选项 并且能够勾选多个选项 然后我还要设计一个 是只能够勾选一个选项的 我复制作副标题 选择元素 这次我选圆形 调整它大小 并且调整它颜色 然后加入选项 选择文字 新增文字方块 然后复制三次 像这个选项就是 我只能够选择一个选项 这里的新增输入框是 我能够输入多行的文字 现在我需要建立一个 只能够输入单行文字的输入框 我复制这个标题 然后复制这个举行 把它变成单行输入框 现在用户只能够输入单行的文字 接下来我输入一个希腊菜单 但现在我剩余的位置不多了 所以我可以移动一下之前的元素 选选 然后往上移 现在这下面就增加了一些位置 然后复制这个标题 复制这个举行 调整它尺寸 六字的尺寸 这里待会我们使用另外一个平台 就可以加入一个希腊菜单 这里我再创建一个标题 之后我们可以加入一个 展示所有选项的菜单 现在我就快速的做好了一个PDF文档 就可以下载下来了 选择右上角分享 选择下载 这我们要更改档的类型 选择PDF标准 选择下载 接下来我们要使用另外一个平台 叫PDF Escape 这个平台可以帮助我们 把刚才那些举行 变成真正可输入信息的输入框 这个平台是完全免费的 我选了这个 Free Online 这就可以让你上传你的PDF文档 我选了第二个选项 这里我可以把刚才设计好的PDF文档 投入到这里 现在就在上传我的PDF文档 现在我的PDF文档就上传好了 首先我需要把这个举行 转化成一个信息输入框 我选了这个Fone Field 这里种类选择Test 然后选择 现在就会跳出一个加号的标志 如果你直接点击 你就会看到 它创建一个输入框 就是这么小的 这不是我想要的尺寸 所以我选了这个返回 我需要这加号沿着我举行的边 然后拖动 按照我举行的大小 现在就可以看到 我就设置好了一个输入区域 我们可以选择这个View 我可以尝试输入文字 但是你可以看到 我只能够输入一行 我就要把它变成 可以输入多行的文字区域 所以我回到编辑选项 然后选了这个输入框 有时候会发生这样的情况 就是这个输入框 它挪入的位置 也没有关系 你可以把它挪到原处 现在这个输入框 就变回原处了 我选了这个选项 之后我们要选择这个选项 Multi-Line 就可以让你输入多行的信息 然后选择OK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 选择View 再次输入信息 这个时候你就可以看到 我就可以输入多行信息了 大家看到这里 如果你觉得 这期影片对你有帮助 希望你能够为这部影片 点个赞 感谢你对我支持 接下来就是加入选项 还选择Fanfield 总类选择这个Chatbox 选择Select 现在就可以看到 它会展示出一个方块的标志 然后就可以根据我方块的位置 点击一下 就创建一个方块标志 也可以使用刚才的方法 沿着我举行那边 描出一样大小的方框 上面就是加入了选项 我现在可以看一下 我可以选择一个 又可以选择一个 这个方框选项是可以让你多选的 同时现在方框里面 显示是差 你可以更改这个标志 回到Edit 点击这个方框 选择标志 选择这个CheckType 你可以选择这个Check 就打勾 选了OK 现在就可以看到 就变成打勾标志 这里大家要注意个情况 例如说我选择要勾选选项3 你会发现 这里面还是差 而不是勾 这是因为我们可以选择这个选项 选择标志 你会发现它的名字是Button5 再选择这个选项 查看一下它的信息 它的选项是Button4 所以它们的名字不一样 我只是更改了Button4的选项 而没有更改Button5的选项 所以有两种方法 要不就是统一更改成同样的名字 要不就是单独对它们进行修改 比如说选择这个选项 单独修改 选择标志 CheckType Check OK 这也是一样 项目可以看一下 项目可以看到 这是打勾的标志 这也是打勾标志 这也是打勾标志 然后就是添加单独可以选择选项 还是一样选择FormField 这里我们要选择Radio Button Select 然后添加 我们可以来查看一下 这时候就可以看到我选择这个选项 当我在选择选项4的时候 选项3就没有被勾选 所以这个选项形式就是你只能够选择一个 接下来就加入一个单行的输入框 一样选择FormField 选择Test 然后沿着我的边框输入 输入信息 现在这个就是单行的文字输入框 然后这个就是我们要输入下拉菜单 选择FormField 选择这个DropDown Select 还是一样 加入 这个时候就建立一个下拉菜单 选择Edit 选择这个输入框 选择这个标志 在这个FieldOptions 就可以加入你所有的选项 然后就可以选择OK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这个时候你可以看到 只有那么多选项 我可以选择 在这里我们需要加入一个可以直接展示的菜单栏 选择FormField 这里选择ListBox Select 然后加入 再选择Edit 选择它 选择这个选项 这里面 FieldOptions 再次加入我们要选项 然后选择OK 选择View 这个时候你可以看到 我所有的选项都展示出来了 可以选择 这么完成之后 可以选择这个下载 像我就打开了这文档 我就可以输入各种信息 并且这里也是可以勾选的 这可以选择 当别人下载之后 就可以直接输入信息 非常的方便 像你知道 网络创建 可填入信息的PDF文档了 如果想了解 更多关于Canva教程 可以看到这些影片 如果你觉得这期影片对你有帮助 欢迎点个赞 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了解更多关于Canva YouTube的内容 追踪我IG 可以和我有更多互动 我们下期影片再见 拜拜 拜拜